剛初就是因為我個人是因為防疫期間工作不是很順遂 那我們就是會看到有這麼好的一個能夠賺到錢的方式 所以我加入了 那加入的時候我們也是希望能夠幫助其他朋友家人多賺一點錢 所以我才會五姓的這個詐騙起來 就是我們基本上是要有三個人就會有六十五台 那你需要再賺多一點紅利的話就是必須要再拉的 那你再拉的情況下就是會有總共要有十二個紅利 一直到今年的四一月開始就開始對我們說 帳戶已經被動載了 因為其他同行的然後惡意儲值 惡意儲值之後讓我們的帳戶被動載 公司也被動載了然後就沒辦法出版 所以一直到說網站不見平台不見官方群組也不見的時候 都被刪除的時候我才先決受騙 其實我自己也真的蠻後悔的 那我也無信了這個平台介紹了很多我的朋友 那我喊佳良 他們現在唯一能夠奉勸的就是各位能夠快速的報警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截至110年11月28號為止 我們接獲類似受理的詐欺案件總共有278件 目前累積的財損金額應該是2750萬 那有關這個部分呢警方在接到相關民眾的報案的時候 我們第一時間已經成立專案小組在積極助力的偵辦 像這類的詐欺案件會有幾大特徵 第一個特徵 他常常官方網站會有數個網址 第二個特徵 他可能接到民眾檢舉之後 會馬上變更他的網路位子 第三個 他的官方網站成立的日期非常短暫 第四也是最嚴重的關鍵字 如果你發現在官方網站 或者是相關的LINE群組投資訊息 有些關鍵字的話 一定要提高警覺 比如說告訴你標股名牌 還有穩賺不賠 投資零風險 輕鬆賺大錢 只要聽到有這些關鍵字的話 一定要提高警覺 因為極有可能是詐騙 在場地的描迫 電子玉海馬 未採取的 如果隨後遊說 acked 開感 熱